閃光彈引爆發出巨大聲響 所有人趕緊往後逃竄 南非排外事件頻傳 10月30號難民與警方爆發嚴重衝突 9月以來南非發生多起酬外事件 造成許多人傷亡 來自各國的難民與尋求庇護者 10月8號開始 在首都普利托利亞和第二大城 開普敦的聯合國難民屬辦公室外 竟做抗疫要求遷移至別的國家 10月30號 抗疫民眾占領一棟商業大樓拒絕離開 警方到場後強制驅離 並逮捕大約100人 面對難民的抗疫譴責 人權委員會呼籲各界持續溝通 尋找解方 南非住了將近27萬難民與尋求庇護者 國內失業率高達29% 許多人認為難民搶工作 籌外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2008年至少62人因此死亡 2015年也有7人喪生 大家信用文章後田編譯 而這一項危機是對全球性的威脅 世界動物衛生組 加上通訪